花仙主遭遇绑架 我们在狱晶的暗装 也禁书被闹出 就连孤的黑脚军 也暴露为人前 其实 微臣有个问题 不知当问不当问 问 花仙主竟然还惦记这金灵院 公司不记得 花仙主可是承诺过孤啊 这金灵院 实则是太子殿下的 信息监察之所 所有的乐师 都是经过培养的 耳目兼听之用 将来这里还会对使臣开放 殿下可谓是不局深远呀 古的秘密 都被你发现了 你和太子殿下 好奇怪啊 怎么奇怪了 小八跟我说 太子殿下一见到你 就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了 说起来 这位杜小姐如若选亲 大约会选哪位青年裁军 正是不裁 你倒是敢取 收到现报 在玉京发现金破二皇子 最远通讯 他一个金破虎的二皇子 居然在玉京 他师弟是有啊 贺福亭 他来玉京干什么 他和琉璃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爹 娘 娘 是桑麦 你 西营 护国大将军 得胜回朝 西营 护国大将军 得胜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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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那位亡顾的人点上一盏灯 愿他来生顺遂 这个他 难道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 方才我碰见花线主了 你又去找花琉璃了 那你来跟我们说什么呀 有贼心没贼胆 明明 他有病啊 你才有病 有一个人 他不是玉京人士 他是乐阳长公主和谢驸马的长女谢禅 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从小身体不太好 离不开药 两年前就去了 难道这个谢禅 就是太子殿下念念不忘之人 云公子 云公子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血 杜小姐 金破国与晋国之间的刺客 绝不止五名 那倒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另外一件事呢 花琉璃和那个金破二皇子 到底什么瓜葛 还望陛下能够卸下老夫所有的职务 臣要告老还乡 谢由虎夫 称交陛下 望陛下恩纯 破远亭刺客一击不成 必生二击 要想对付他 只要继续盯着花县主即可 花县主为了和本王在一起 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居然还逼家人辞官 那本王也一定不能辜负他 你确定 将军 夫人 太子殿下来访二公子 已经在门口了 这长宫什么时候跟太子殿下 怎么熟了 不会是冲着琉璃来的吧 殿下 您是特意来探望我的 是啊 长宫兄 还记得儿时我们 情同手足 相谈甚欢的场景吗 不记得了 太子这是 相装无荐 意在佩宫吧 他今天要是见不到琉璃啊 他是不会走 我是担心他真的要是喜欢了太子殿下 夫人说得对啊 这我女儿要是嫁到了深宫 我可不能看我女儿在深宫里遭罪 小姐你在想什么呢 太子殿下啊 谁这么大的胆子啊 敢砸我的床子 后山 华宪主 本王知道你一直仰慕我 本王之前觉得 若是父皇许棍 本王接受几个 但现在 男女之间 若是情深见读 便会互赠信物 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 宪主 我发现我喜欢太子殿下 小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你喜欢我吗 喜欢 你喜欢二公子吗 喜欢 你喜欢这么多人 你喜欢一个太子殿下有什么稀奇的呀 是这样的吗 就是这样的呀 走回家 姑终于见到你了 今日姑在花宅等了一天 都不见你回来 姚丽 你怎么又生气了 本王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 你是 和我开心吗 你一不开心 本王就见不到你 本王一见不到你 本王就也总不开心 谢尤居然要嫁给太子了 这宫公主和谢父皇的大女儿 都是一个知书大礼 贤能数得的人 可惜一年早逝 想来二女儿也不差呀 这要是嫁给太子的话 是不是有点 他凭什么和我抢太子 竹金玉京的人都知道 楞阳长公主的那位二小姐 就要进京了 让你千万小心 不要被荡城替身了呀 这是云寒的玉绍 怎么会在杜小姐那里 难道 我看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拦住本宫的去路 太子殿下到 乐阳姑母 太子侄儿 二小姐不是一直说 要见她的太子哥哥吗 太子哥哥 好久不见 都是我们不好 我们离开玉京太久 人生地不熟到 如果我有什么 做不好的地方 还请姑娘实言相告 我不想让你 和太子哥哥误会 竟敢抢我台词 太子殿下 您真好 姑哪里好了 您没有偏袒 谢家二小姐 我心中很欢喜 姑为何要偏袒她 你才是姑的人 小姐 太子殿下带谢家二小姐 去逛庆了 人家在这里操劳 你倒在外面快活 好好吃 太子哥哥 特别好吃 快尝尝 男人都是狗 太子哥哥 他们都说 陛下要把谢家二小姐 许配给你了 那你说 你喜欢谁 谁呀 花琉璃 姑舅知道 就知道这花郡主 和贺远廷有钱强 小培啊 太子殿下 是喜欢花郡主的 我什么时候喜欢她了 姑有吗 殿下以前 孤傲寡和 对谁都漫不惊喜 如今但凡 沾染上了花郡主 就如同雪霄般 瞪大双眼 处处不放 为表诚意 与欠意 特此送上 惊破绝色美人一名 只是 朕的后宫 已经没有地方了 对吧 不收了 陛下若是不收 便只好送给 贵国储君了 你敢 恨 今日就要与你们 金破国谈判了 你最好识相一些 情感上 我愿意让 可本王毕竟是二皇子啊 虽然 我也是个狠念旧情的人 这清寒草原后撤五百里之事 恕我的 不同意 后撤五百里 才是此次谈判的重点 岂有此理 败君之国 岂敢和我们谈条件 若本王今日真的答应 后撤五百里 恐惊破百姓大怒之下 要求拼死一战 若这两国再起战乌 怕是四清大人 也不愿看到的吧 当王毕竟是有机会 大人 您战事